一家5T上手评测 今日一家正式对海外发布了一家5T手机 用上了全屏之外 这款下半年的旗舰产品有哪些变化 外媒对其进了上手体验 一起来看一看 一家5T都有哪些改变 去年开始一家手机开始走一年双旗舰路线 不过和三星华为这种双定位不同 一家的两款旗舰产品更像是迭代更新制作 根据上半年产品的思路设计上稍作修改 更重要的是在硬件上进了升级 然而今年的一家5T则有些不同 沟通旗舰级处理器依然维持在沟通骁龙835 拍照方面也没有突破性的升级 所以这次5T更多的改变是在设计上 最至关的改变就是一家5T用上了一块18.9 6英寸的 全面屏 这和目前大多数国内全面屏手机想用的方案相差无几 但分辨率并没有使用2K 1080P费面率对一款6英寸的全面屏手机来说称不上惊艳 不过这块屏幕一家还是用心的去调教 在发布会上一家把这块欧姆雷屏幕称之为全高性 用软件算法和调教可以自适应相关环境 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 一家5T为用户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显示模式 其中包括DCI P3广色域和SRGB模式 另外在屏幕四周用上了圆角屏 不过不同于小米MIX2和谷歌的 边角那么圆 5T仅把尖锐的直角膜圆 直观看起来偏直角 18比9屏幕提升了视觉体验 但相应的也要做一些取舍 由于屏幕变大 所以导致之前的指纹模块被放到了背面 这也是近乎于全面屏的手机都采用的一个方案 一大目表示 自己采用陶瓷盖板指纹识别 基础速度达到0.2秒 除了指纹识别之外 面部识别也是一大5T新增的功能 利用前置上头识别解锁设备 外媒在测试时 发现5T的面部识别速度很快 但识别率不能做到100% 一大也表示 这样功能还在完善之中 未来会将准确率提升更高 最后是机身设计上的那个变化 发现这个变化的基础 是你用过或者拥有之前的一家5才能够发现的 一家5T的背面上头的凹凸感比上代更加明显 外媒在向一家询问之后 得到的回答是 由于屏幕变大 加之机身比例的原因 为相机组件留下了更少的空间 相机模组容不下原有的尺寸 所以不得不法凹凸变得更大 说到相机 摄像头也会有些变化 一家5T同样使用了双摄像头 第一个摄像头是一家5相同的 才用1600的像素 另外一个被2000万像素F.7传感器所取代 夜晚环境下 2000万摄像头自动切换 将四个像素所成为一个 减少噪点获得更好的面拍效果 这次5T当中增加了一项快速拍摄功能 尽管这样功能在很多的手机当中 通过双击一个按钮快速启动相机应用 但一家5T的优势在于 启动快拍的同时就会立即拍摄照片 其余部分和之前的一家5并没有太多变化 保留了耳机孔、养生器等位置都没有变化 机组方面 一家5T在出场时搭赛了Android 7.1.1系统 一家承诺将在明年一季度更新至8.0系统 年底推出新版本 但对于之前的一家5和3T 官方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升级8.0 半祖面梯 长shewanda 监林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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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